爱临台福基督教会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美好的主日早晨一同相聚在银端 感谢神过去一周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使我们能够以喜乐和敬畏的心来聚会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蒙福的国家和百姓 蒙福的国家和百姓正道之前先一同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 天天向我们施恩 你的爱何等的宝贵 白白的赐予我们也要向神做出回应 恨求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让我们能够聆听神的话语 也能够行出真理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诗篇33篇12节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名是有福的 我们在所居住的城市都希望蒙神的赐福 所居住的国家也渴望国家得福 然而在圣经中的标准 国家有福 百姓蒙福 是以耶和华为神 并且蒙神拣选 我们要来思想什么是以耶和华为神 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在列王纪上下 以及历代制上下 南国北国的王 他们与神的关系 以及是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为国家带来了不同的命运 首先我们要来思想 有几个标准来衡量 什么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第一 君王是否敬畏耶和华 诚实侍奉神 第二 君王是否引导百姓敬畏神 第三 君王是否教导人民认识神的话 第四 君王是否在圣殿按着指示敬拜神 我们一一的来思想 圣经当中记载到 以耶和华为神的一个具体行动 包括了 第一 除去偶像 第二 自卑于神 第三 敬畏神 遵行真理 第四 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 第五 乐意奉献 第六 依靠耶和华 在历代志下 三十四章 第四节 说到约西亚登基的时候 他才八岁 在耶路撒冷坐往三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 他坐往第八年 尚且年幼 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 到了十二年 才竭尽犹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秋坛 木偶 雕刻的像 和铸造的像 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黎的坛 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 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 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 撒在寄偶像人的坟上 我们来思想约西亚在年幼八岁的时候登基 可是他好好的学习如何的来侍奉神 到了十二年才除掉秋坛 木偶跟雕刻的像 这是合神心意的 以耶和华为神的 这国是有福的 历代治下十五章十六节 亚撒王贬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 因他造了可证的偶像亚瑟拉 亚撒砍下他的偶像 倒的粉碎 烧在吉伦西边 王他勇敢的除掉了他祖母 所设立的偶像亚瑟拉 并且把他倒的粉碎 烧在吉伦西旁边 除去偶像 以耶和华为神 这是神所喜悦的事 第二是自卑于神 历代治下十二章第七节 记载埃及王要来攻打南国犹大 罗伯安就向神自卑 耶和华见他们自卑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士玛雅说 他们既自卑 我必不灭绝他们 必使他们略得拯救 神的恩典临到自卑的人 罗伯安自卑的时候 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 不将他灭尽 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 神赐福给谦卑的人 阻挡骄傲的人 以耶和华为神的 就要将神视为神 将自己谦卑在主的面前 第三敬畏神 遵行真理 历代志下第六章 三十到三十一节 这是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 站在耶和华的坛前 举起手来祷告的时候 向神说 你是知道人心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 列祖之地上 一生一世敬畏你 遵行你的道 敬畏神 遵行真理 是何神心意 事行耶和华眼中 看伪正的事 历代志下三十四章 二十九到三十节 王猜遣人 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王和犹大众人 与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祭司立位人 以及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 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 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 念给他们听 这是约西亚王 招聚百姓来听神的话语 行耶和华眼中看伪正的事 以耶和华为神 第四 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 历代志下十五章十五节 记载亚撒罗 记载亚撒王与神立约 犹大众人 为所起的事欢喜 因他们是尽心启示 尽意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 且赐他们四尽平安 以耶和华为神 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 何等的谋神悦纳呢 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十八节 是大魏 勉励 所罗门和众人 应当为神来建殿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也当起来建造 耶和华上帝的圣所 好将耶和华的约会 和供奉上帝的圣器皿 都搬进为耶和华民建造的殿里 以耶和华为神 行耶和华眼中看伪正的事 第五项 乐意奉献 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七节 是大魏 预备金银铜铁木石 要来建殿 会众都尽心 甘心的来乐意奉献 向神所献上的感恩 我的神啊 我知道你察验人心 喜愿正直 我以正直的心 乐意献上这一切物 现在我欢喜 见你的名在这里 都乐意奉献于你 这是神所喜悦的 将从神所领受的恩典 甘心乐意的献上 在建殿的事情当中 大家彼此同心 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 同样是大魏 看见会众 甘心乐意的奉献 向神所献上的感恩 我们的上帝啊 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 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竟能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如此领受神的恩典 也甘心乐意的献上 同心的来建造圣殿 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也是尊主为大 以耶和华为神 以耶和华为神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 第六项 以靠耶和华 历代之下十三章十八节 记载了 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 在打仗的时候 南国犹大 亚比亚王得胜 以色列人被制服了 犹大人得胜 是因依靠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尼加书五章四节 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 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 牧养他的羊群 他们要安然居住 因为他必日渐尊大 直到地极 看完了以上六点 以耶和华为神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这国就蒙福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第一点是除去偶像 第二是自卑于神 第三敬畏神 遵行真理 第四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 第五乐意奉献 第六倚靠耶和华 在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王 愿意以耶和华为神 而这国蒙福 在哪些方面蒙福呢 包括了以下四方面的福 第一 世敬平安 第二 坚定齐国 第三 脱离仇敌 第四 尊荣之才 第一 世敬平安 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四节 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 所应许的一切话 使他们世敬平安 他们一切仇敌中 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 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 这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名 是耶和华的产业 神必亲自的为他们来征战 赐给他们征战的方法和策略 使仇敌在神的百姓面前站立不住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神要赐福国家坚定齐国 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第七节 大卫召聚了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 和伦班服侍王的军长 千夫长 百夫长 掌管王和王子产业深处的 并太监和大能的勇士 都到耶路撒冷来 向众人述说 大卫起义想要为王建圣殿 但是神不允许 同意让所罗门王来建圣殿 鼓励所罗门要很久遵行 神的诫命典章 像今日一样 神就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不单是大卫和所罗门时代 这一节经文也对于我们 现今所处的时代 若是我们这一个国家的王 愿意很久遵行神的诫命 神也要坚定他的国位 以耶和华为神 那国是有福的 要保护那国脱离仇敌 明西米纪九章二十七节 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 你就从天上垂听 找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 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向神祷告 首先要来以耶和华为神 尊神为大 这国就谋神的保护 第四尊荣之才 历代至下十七章第五节 耶和华坚定他的国 犹大众人给他进贡 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 看完了以耶和华为神 那国有福 神在四方面的赐福 我们也来复习一下 第一是示尽平安 第二是坚立齐国 第三脱离仇敌 第四尊荣之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可不渴望 在你所居住的国家 蒙神赐福能够示尽平安 坚定齐国 使神的百姓 不是在动荡当中来生活 也能够来脱离仇敌 一切欺压神百姓的都能够被神所驱逐 第四个能够尊荣得资才 生活安逸而富足 并且将所得的向神献上感恩能 接下来我们要从圣经当中记载 南国犹大有几位和神心意的王 以耶和华为神 并且蒙神的看顾保守 我们要来介绍南国就是犹大国 在八位好王当中的其中三位 亚撒王 约沙法王 约西亚王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亚撒王所处的环境 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 争战不断 所以亚撒王要切切地向神来寻求 首先来看亚撒王 请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哪几项呢 第一除掉国中的男童 除掉一切的偶像 就是禁止在国内有任何男童性恋的行为 第二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第三将分别为圣的经营奉献 第四 重新修主耶和华的谈 第五 尽心启示 尽意寻求耶和华 当亚撒王愿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以耶和华为神 神如何的赐福亚撒王呢 一 使许多北国以色列的人来归想他 第二 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被寻见 神的旨意不向南国犹大的亚撒王隐藏 第三 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 第四 三十五年没有战争的事 赐给他们赐尽平安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第二 我们要来看约沙法王 如何的敬畏神以耶和华为神 使国家蒙福呢 约沙法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有以下几项 第一 除去国中剩下的暖童 也是除去一切同性恋的行为 二 不寻求巴黎 巴黎是偶像的名称 第三 除掉秋坛和木偶 第四 不效法北国以色列拜偶像的行为 第五 只寻求神 高兴遵行神的道 除此之外 第六 拆遣臣子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 第七 初询民间 引导民来归向耶和华 第八 在犹大国兼顾城设立审判官 约沙法王 极力的来推行百姓灵性的步兴 使百姓除去偶像归向神 能够来高举神的话 教训百姓来遵行 并且设立审判官 按神公益的法则来治理国家 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神如何赐福约沙法王呢 第一 耶和华坚定他的国 第二 使四维列国不敢与约沙法王争战 第三 使约沙法王国势强大 列国来朝贡献礼物 第四 战胜仇敌 欢喜快乐 神使用约沙法王 带出了灵性的复兴 使百姓都来归向神 以耶和华为神呢 那果是有福的 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王是约西亚王 约西亚王听见了神的话 就痛彻的悔改 约西亚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伪正的事 第一 除掉秋坛木偶雕刻的像 第二 拆毁巴黎的坛 砍断坛上的日像 第三 修理耶和华的殿 第四 听见律法的话就撕裂衣服 第五 招聚所有的百姓听从神的话 第六 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 第七 跟从耶和华神走不离开 第八 分派祭司各尽其职 办殿中的事 第九 过逾越节备齐了祭物 一时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 当我们看见约西亚王是如此的带领百姓进入灵性的复兴 他成为了南国最好的王 他治理国家百姓的灵性 执政三十一年有神的同在 看了以上几个南国犹大王 以耶和华为神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是国家蒙福 我们也要来思想 美国历年南的总统 都是按着圣经来宣示 也都表明自己有基督的信仰 我们要来看看是否在治理国家的时候 以耶和华为神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 以下我们举了几位总统成为例子 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第十六任林肯 第三十二任罗斯福 第四十三任小布希 以及现任的总统川普 第一任美国总统华盛顿 在就职典礼上亲吻圣经 首按圣经来宣示 并且在正式的誓词之外 另外加了一句 我宣示 我祈求上帝的保佑 华盛顿认为 美国的独立是上帝的恩典 曾经说 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 更有理由承认 上帝介入他们经历的许多事 美国人不应该忘记 全能的神是我们唯一的保护 以耶和华为神的 第十六任美国总统林肯 是在1861年到1865年担任总统 在就职演说的时候说 我们要想解救当前艰难的局面 不仅要靠我们的智慧和热心 而尤其应该信奉神的道 坚信神 神庇佑美国必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林肯于1983年签署了感恩节的公告 如今 这个本来属于清教徒的庆典活动 成了美国历史上永久的节日 还记得南北战争的时候 有人建议林肯总统说 你祷告神 让神帮助我们 林肯回答说 我更愿意祷告让我的军队站在主的那一边 以耶和华为神的其中一位总统 第32任美国总统罗斯福 1933年到1945年 延续四届担任总统 罗斯福在1921年 罹患小儿麻痹无法站立 为了治疗和克服 就离开居住40年的故乡 到了乔治亚州的暖泉 Walm Springs 他出资建立小儿麻痹的附建中心 依靠轮椅生活长达23年 他连任四届美国总统 在白宫住12年 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的旧职演说 内容全能的上帝 以多种方式祝福了我们国家 他赐给我们人民勇敢的心智 让我们可以为自由和真理打美好的仗 他赐给我们国家信仰 而这信仰成为痛苦世界中 所有民族的盼望 以耶和华为神 我们要再来介绍的一位总统 是第43任美国总统小布希 因为他的父亲也担任过总统 所以我们以小布希和老布希来区分 小布希是2001年到2009年担任总统 就职演说的时候说到 在时间和永恒里 上帝有他的旨意 而他的旨意要通过我们 履行我们的责任来成就 有一位能力超过我们的大能者 在引导我们 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所造的 如此信仰的告白 也是宣告美国的主权 由神来治理 我们现任的总统 川普总统 也订定了全国祈祷日 并且宣布我们可以大声 并且自由地说圣诞快乐 过去我们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只能说假期愉快 以政治正确的角度 不希望凸显基督的信仰 但是这并非和神的心意 直到川普总统上任 恢复了这个特别的节日 就是在庆贺耶稣基督的诞生 令人印象深刻的 还有拯救 布伦森牧师的事件 当时布伦森牧师 他住在土耳其 被土耳其的政府所逮捕 拘禁 软禁 川普总统 费尽心思 与土耳其的政府来交涉 并且不惜以国际制裁 以及货币制裁的方式 使土耳其政府释放布伦森牧师 当布伦森牧师回到美国 见到川普总统 总统谦卑地接受布伦森牧师的祷告 当一个国家的元首 他是尊敬神的仆人 相信神也要来赐福美国 有一个判决刚刚出炉 有两位同性恋的学生 控告福乐神学院 而地方法院在今年裁定 福乐神学院有权维持 学生的信仰标准 在过去几年 如果因着信仰的缘故 反对同性恋 很可能会因此而被定罪 例如如果牧师拒绝为同性恋者来证婚 或者各行各业拒绝为同性恋者来服务 就要吃上官司 可是今年的这个判决 是相当的具有意义和指标 显示目前我们所居住的国家 以耶和华为神 行耶和华眼中看伪正的事 能够维护基督徒的信仰的自由 以及价值观 亲爱的弟兄姐妹 美国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 当神给我们权利 能够让我们选择要继续过信仰自由 高举神的生活 这个权利在你我的手中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影片 是关乎您手中神圣的一票 行耶和华眼中看伪正的事 以耶和华为神 不再只是国家领导者的决定 而是在于这地的百姓 每一位的选择 手中这神圣的一票 将会为所居住的国家 带来未来的命运 美国大选投票日 只剩两个多星期 选情胶着 两党都在加紧催票 美国爱家协会创始人 杜布森博士发表公开信说 我们将在11月3日 面临一个关键选择 一个将美国引向 两个截然不同方向的选择 错误的决定将是灾难 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表示 这次选举将是自1860年以来 最重要的选举 1860年大选在奴隶制存费问题上 激烈交锋 共和党要废除奴隶制 民主党维护奴隶制 最后共和党候选人林肯获胜 当选后 林肯禁止再增加叙奴州 南方民主党大怒 由七个州退出合众国 令阻邦联国 并在1861年4月12日 砸响了内战第一枪 内战越打越烈 林肯总统在1863年的第一天 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 并下令在北方联邦军控制的地区执行 使近400万奴隶获得了自由 1864年夏季 北方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 寻求连任的林肯面临极大压力 民主党要求立即停战 奴隶制纯粹免谈 林肯总统声明 虽然他痛恨战争 但必须在彻底废除奴隶制的前提下 恢复国家统一 否则绝不停战 林肯坚信自己的政策是对的 就算落选也不放弃 他说 我不一定赢 但我一定要诚实 我不一定成功 但我一定要遵从我心中那光而活 林肯并不讳言 他心中的光就是耶稣基督 选举结果 林肯获得压倒性胜利 1865年3月4日 林肯总统宣誓就职 典礼上他对全体国民说 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 我们对所有人都怀着善心 上帝让我们看到哪一边是正确的 我们就坚信那是正确的一边 让我们继续奋斗 以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去治疗国家的创伤 去照顾艰苦作战的战士 和他们的遗孀遗孤 让我们竭尽全力 实现并珍惜 我们之间和所有国家之间 公正与持久的和平 尽管每一次大选都重要 但今年大选将决定美国乃至世界的方向 我们是要保持民有 民智 民想的政体 还是要那种政府掌控一切 我们是要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的国度 还是由政党掌管人们的信仰 思想言论的国家 我们是要生活在免于恐惧的社会中 还是活在可能被人搞发言论不当的政权之下 这样的历史关头 就像1860年代一样 每个人都要问问自己 哪一边是上帝认为正确的一边 杜布森博士说 难以置信的是 曾有过多达75%的基督徒不投票 他们认为自己的一票无关大局 20年前 小布什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600万张普选票中 仅以多出537张而赢得佛州选举人票 有时一票之差也会决定胜负 在这攸关美国命运的时刻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利 走出去投票 求神赐我们智慧 把选票投给遵循基督信仰 持守圣经真理的候选人 我们每个人手中的选票 都是关键一票 看完了这个影片 相信神会将属天的智慧 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以耶和华为神 行神眼中看伪正的事 不再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所做的单一选择 而是在这个国家的所有百姓 所应当表达的信仰立场 美国是基督徒国家吗 1892年 美国最高法院在研究了十年后 全体七名大法官一致的宣布 三一财事 声明美国是基督教国家 这财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美国是一个宗教民族 历史上这是千真万确的 从发现这块新大陆以来 直到现在这个时刻 我们发现对这个事实的认定 四面八方皆然 就是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1954年 最高法院首席的法官说到 我相信没有人能够读到我国历史的时候 不看到圣经和救主的灵 从起初已经在带领着我们 神继续的来看顾美国 神的百姓要走在哪一条路上呢 是否愿意让神来掌权 是否愿意将心来归神呢 我们一同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 你是习在精在永在的神 在起初你拣选了清教徒来到美国 这块土地不是透过杀戮 而是透过一群敬虔爱主的神的百姓 你所拣选的百姓 来到这块土地宣扬神的真理 让我们继续传承如此美好的信仰 能够世世代代来蒙福 因为你说以耶和华为神的 这国是有福的 神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这名是有福的 但愿美国蒙神赐福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